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两档舞蹈节目 一个当导师 一个当队长 在如今娱乐圈消息大幅度减少的日子里边 很多粉丝都已经长期处于考古阶段了 相比之下 做王一博的粉丝更幸福一些 因为可以看到新鲜的王一博 不过不是因为王一博有多么的火焰 他跟很多的明星都一样 也是宅在家里 原本就不爱发动态的他呀 如今可是开心了 连敷衍都不用了 但是由于王一博是天天兄弟当中的一员 天天向上是一档老牌综艺 每周都会更新 无一例外 所以呢 这才让粉丝可以看到 此时此刻摘在家里的王一博 最近有消息说 王一博可能还要参加两档节目 都属于舞蹈类的 一个当导师 一个当队长 第一个节目就是 以团之名二 这是一档选秀类的节目 在此之前呢 有过第一季 不过并不火 而且严格来说 已经算是扑街了 在这档节目 成团出道的艺人 连名字都没有被网友记住 根本没有激起水花 如今的第二季来袭 举办方一心想要提高热度 也想要捧艺人 所以呢 一早就传出了 想和王一博合作 邀请了他做导师的消息 不过也有消息透露了 王一博的档期排得太难了 已经没有时间录制 这样长的一档节目了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打消 举办方的念头 有了第一季的扑街 第二季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到 连创造101的导演都请来了 特别需要一个舞蹈功底强 并且热度高的男星 王一博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所以现在 以团之名二 还在主攻与王一博的合作 不过这件事情啊 最终决定权不在王一博自己 而是在月华 以月华多年以来的做事风格来看 基本上会促成这个合作 第二个街舞就是 这就是街舞三 相比之下 这档综艺节目的热度呢 就很高了 不管是第一季 还是第二季 大家都非常喜欢 因为每一季的明星队长啊 都是有实力 而且有流量的艺人 易烊千玺 罗志祥 韩庚 黄子涛 吴建豪 都是如此 如今 第三季已经在筹备当中了 有消息透露 王一博将会加入 成为一名明星队长 其实这就是街舞三这档节目啊 王一博本人应该更喜欢 因为王一博跳舞踩点强的一批 随便一个音乐 都能够不出错的准确踩点 而且街舞也非常适合他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王一博在月华的一次周年庆上 现场和大家即兴动舞 整个人是又兴奋肉投入 他是真的很喜欢 相比之下 《已团之名2》的目的性太强了 很明显 就是想要借助王一博的热度 来拯救自己 不管怎么说 两档节目对于王一博都一样 都是属于舞蹈类型的 之前在《创造101》当中 王一博就是导师 如今再成为了《已团之名2》的导师 肯定是毫无压力 在《这就是经53》当中 我会看到王一博更多的可能 至于最后签了哪个节目 又或者是都签了 那就看公司怎么决定了 只是希望考虑一下 王一博的感受 别让他太累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